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在首相学当中 有的首相 结婚线下垂 你看这条结婚线下垂 连接到碰到了感情线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婚姻当中的大吉 这个是容易出现离婚或者是两地分居的格局 并且夫妻之间感情是非常不利的一种纹路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离婚 我们说这个结婚线不能下垂 不能弯曲 要直直的一条 最好是刚好碰到这个太阳线这里 这个叫非常好的结婚线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分居再婚 这个性情比较直率 不会心机 精力十足 对待工作呢 也是比较什么 比较认真负责的 不喜欢受约束 这个性情的容易发怒 不稳定 事业上的这个早期的繁星是比较多 35岁之后啊 运势转好 钱财呢 会来的慢一些 但是不会为了金钱的发愁 婚后的生活呢 有小的科办处理得当的 不会影响到婚姻 你看他天文的格局还是不错的 处理不当的会有一些分居再婚的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智慧线 智慧线跟感情线 智慧线是看感情的另外一种纹路 智慧线弯弯曲曲 并且有一些纹路干扰 然后严重下垂 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婚姻 小指啊 小指这个是特别的短 小指弯曲短小 表示子女不给力 你会为了子女操心费力 容易让你不能成为子女的骄傲 或者是子女不能以你为荣 或者是你这个子女 你呢不能以子女为荣 这个是相互的 就是跟子女的缘分不太好 就这个意思 这是小指短 而且弯曲 通常呢 显得比较愚笨 口才也不好 这个说话呢 这个情商不够等等 都体现在小指 到了晚年呢 也是容易孤苦的一种特点 好了 有关这个手下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涯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